而且最后不要忘了 这要是穿奖两个字 哇哦 哇哦 哎 哇哦 哇 他说的什么 他说的中国人啊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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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来 都是大家没脱骨子抽鞭的试试看 一个珠美国人的珠 哇哇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22号 那大家在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啊 是发生在这个前天啊 2月20号星期六的这个下午 在上海非常著名的这个迪斯尼乐园里的一个真实的场景 当时这个迪斯尼乐园 他这个剧场正在进行一个演出啊 演的是这个叫风暴来临 捷克船长之惊天特技大冒险 狗哥呢 没去过上海的这个迪斯尼乐园啊 但据说呢 这个捷克船长的演出啊 是上海迪斯尼里边这个最受欢迎的一个娱乐节目 非常受这个中国游客的欢迎 但是呢 就在前天下午这个节目的演出过程中 就出现了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里的这个非常意外的场景 有一位这个原本是坐在观众座位上的女士啊 她是突然冲到了这个舞台上 拍打了其中一位演员的这个头 还骂这位演员呢 是猪 而且呢 是这个美国人的猪 当时的这个场景呢 大家都看到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意外 包括这个舞台上的演员 还有这个下边的观众们都是感到这个莫名其妙 那个捷克船长呢 在当时呢 也是显得这个非常的尴尬 有这个在现场的网友 后来就说呢 捷克船长这个舞台剧啊 里边呢 确实有这个脱裤子 抽鞭子的这个情节 但是呢 其实呢 也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种脱裤子 抽鞭子 她呢 就是一些这个喜剧里边 很常见的那种夸张幽默的表演 但是呢 当时那位女士就说呢 这些情节可能会对他们家小孩的这个三观造成不良的影响 所以呢 就出现了她这个突然冲上舞台去攻击去辱骂演员的那个场景 这个事发生以后 这个迪士尼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就想劝说那位女士呢 要离开剧场 但是她呢 是坚决不愿意走 结果呢 又导致当天下午这个舞台剧的演出被取消啊 然后呢 这个工作人员呢 他们就进行了这个报警啊 第二天 也就是昨天 上海的警方 他们就这个事呢 是发了一个通报啊 说是经过这个精神卫生中心的诊断 这位女士呢 被确诊为是急性精神障碍 已经被医院收治 就是说呢 根据这个上海警方的说法呢 这位女士当时她在迪士尼剧场里边的这个行为啊 冲上舞台去攻击演员 骂这个演员呢 不配做中国人是美国猪 这些呢 都是急性精神病行为啊 这个呢 是中国官方的认定 说到这儿呢 狗根就想到这个前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当时在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啊 当时这个学生们举行了一场集会 要发动罢课 要用这种方式来抗议香港警察滥用暴力 结果呢 当时呢 也是有一名是来自内地的这个男生 冲上讲台去进行干扰 还破坏讲台上的设施 大家呢 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香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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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时点击一下的学习 不应该罢课 香港警察 你们不会到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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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把我们的身份 阻止我们军地藏开 现在狗哥就在想 当时的那个内地的男士 他的应该是一位在这个香港读大学的内地的学生 他当时的那种行为是不是也是急性精神病行为啊 因为他当时那种行为跟前天上海迪士尼乐园那位女士的行为是这个比较像的啊 而且呢 他可以说呢 比那位女士的状态呢 还要更癫狂啊 要这个癫狂的多 那上海警方认定 迪士尼乐园那位女士的行为呢 是急性精神病发作 所以呢 狗哥就怀疑啊 这个前年香港中国大学的那个内地男生可能当时也是急性精神病发作 正在看这影片的网友们 大家呢 也都可以留言分析一下啊 狗哥的这个怀疑啊 有没有道理 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些急性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都会表现的非常的爱国 迪士尼乐园那个女士发病啊 骂这个舞台上的中国演员不配做中国人是美国猪 香港中国大学那个内地男生发病啊 骂这个香港人不配做中国人啊 他的孩子现场这很亢奋 但是呢 很难听的 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那大家说 他们发病的这个症状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表现的这个很爱中国 并且呢 骂别人不配做中国人 而且呢 还会骂美国这些所谓的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啊 所以呢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啊 为什么中国的这些个急性精神病人们都会表现出非常的爱国 爱国是不是中国精神病人们的一个这个普遍的症状 是因为他们得了这个急性精神病 这种病才会表现出这种爱国的症状 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呢就很爱国 因为天长日久的爱国得了这个急性的精神病 到底哪个是鸡 哪个是蛋啊 哪个是阴 哪个是果 阴阴果果 果果阴阴啊 这种这个中国的精神病和爱国之间的关系啊 狗哥是还没有这个彻底的搞明白啊 所以呢大家呢也都可以留言这个说一下分析一下 狗哥初步的研究啊 就是认为在爱国这个事上啊 你如果说情感投入的太多 特别是你这个如果情感投入的这个方向不对 方向不正确 那这个呢就很容易会得这个精神病啊 爱国精神病 狗哥认为呢 每个人自己啊 当然有这个爱国的权利 这个呢跟每个人都要吃饭 每个人都要说话的一样的 他都是属于这个正常社会 个人的合法的权利 但是呢狗哥呢要强调一下 爱国这种权利啊 他比这个吃饭啊 比说话这些权利的级别都要低一些 因为这个吃饭说话 他属于一个人天然享有的这个最基本的权利啊 一个人一出生就必须要吃饭 就必须要说话 所以呢这个呢是最最最最基本的权利 是绝对不能被剥夺的 但是呢爱国这个权利 他就不一样了啊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中国人民的老祖宗 生活在这个几万年前 或者说是几十万年前的这个北京的山顶洞人 或者说是这个云南的袁某人 这些原始人 他们一出生在这个地球上啊 他们这个最基本的权利 也都是吃饭啊 都是说话 但是呢这些原始人 他们没有爱国这个权利 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国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其实呢也不用说那么远 中国人民比较近的这个老祖宗啊 一百多年前的大清朝 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也都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啊 他们只知道有这个大清朝 只知道有这个皇帝啊有官府 所以呢爱国这个概念啊 还有这个权利 他在这个中国这块土地上 他出现的是非常非常晚的啊 比这个中国这块土地上呢 这些个人必须要有的这个吃饭 说话的权利 出现的都要晚太多太多 所以呢狗哥要说就是对中国人来说呀 吃饭的权利 说话的权利 还有这个呼吸这个干净空气的权利 这些呢才是最最基本的权利啊 是天赋人权 是必须要捍卫的啊 你跟这些基本的权利比起来 爱国这个权利的级别呢 要低很多很多啊 要往后放的 另外爱国这个事啊 他跟这个宗教信仰是一样的 他呢都是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啊 都是自己愿意需要自己呢去投入情感的啊 他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 狗哥呢在强调一下 爱国这个事儿 跟这个宗教信仰一样 是一个人自己的事儿啊 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 就是说呢 作为一个人 你可以自己选择去爱国 可以自己选择愿意去信某个宗教啊 基督教 伊斯兰教 这个佛教 道教 或者说呢是这个法轮功之类的啊 但是呢 你不能要求别人也去爱国 或者说呢是信教啊 因为这个不管是爱国 还是这个宗教信仰 他本质上都是属于一个人的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啊 他是属于一个人这个最私密最宝贵的领域 他是绝对不允许被其他人干涉的啊 如果说精神这个层面 他被其他人或者说是这个力量啊 用强制的力量去干涉了 那一个人的这个精神层面 他就完全没自由了 就会变得不正常了啊 如果说被这种强制干涉的太厉害了 那就会得这个精神病啊 这方面的这个道理 老雷他在这两天的一个影片里呢 也讲过 他那影片的标题是这个 习近平的隐私权应该受到特殊保护吗 里边呢好像是说了 就是作为一个人 享有的这个隐私权的三个层面 其中最私密的就包括这个精神层面的隐私 感兴趣的网友 大家呢也都可以去看一下老雷的这个影片 所以呢 这个中国最高领导的习近平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这个 如果一个人不爱国 那在自己的国家 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 那习近平的这句名言 狗哥呢是非常不认可的 狗哥呢刚才说了啊 因为爱国 他完全是一个人精神层面 个人的事儿 所以呢 一个人他当然对这个事儿 他有这个完全的选择的权利 他可以选择爱国 也可以选择不爱国 他可以选择爱中国 也可以选择爱美国 爱日本 或者说呢爱这个阿塞俄比亚啊 这些呢都是个人选择的这个权利和自由 而且呢狗哥还要说 就是在现代文明世界 在现代文明国家 一个人选择不爱国 这个呢是这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是太正常的现象 比如说在德国 你一个人如果整天把这个爱德国挂在嘴上 家里边呢挂这个德国国旗 那会有很多的德国人 把他看成是这个新纳粹分子 精神病 大家嘴上不这么说 心里呢肯定会这么想 所以呢 这个习近平说啊 如果一个人不爱国 在自己的国家 在全世界都很丢脸 实际的情况呢也不是这样啊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地方 不爱国不丢脸啊 整天把爱国挂在嘴上才丢脸 这个呢其实也说明这个世界很大 那习主席他了解的是远远不够的 爱国这个事啊 其实一直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大的问题啊 这个呢也是狗哥这个频道啊 这个一直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话题 狗哥以来一直的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 中共呢他就是通过这种宣传啊 再加上这个强制的手段 一直在让中国的民众爱国啊 就是宣传加强制 一个软的就是使用这种欺骗的方法啊 另外呢一个是硬的 就是通过这种强制的学习 或者说是这个强制的教育 来让中国人去爱国 他们让中国人爱国的这个根本目的啊 就是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 要这个地有天长 因为这个灌输所谓的爱国主义 这个呢是中共他在中国维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 另外一个基础就是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个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 这个呢狗哥以前呢也经常讲啊 今天呢就就不重复了 所以呢这个 长时间中国的这种爱国主义的宣传 爱国主义的洗脑 这个呢就让这个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得上了一种精神病啊 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病啊 这种精神病他急性发作的时候 就是前年香港那个内地学生那种样子 还有前天上海迪士尼乐园那个女士的样子啊 这种言语这种行为都是非常非常出格了 甚至说呢是非常非常的癫狂 狗哥最近几天的影片一直在关注这个中国政府 他最近对中印边境冲突的这种宣传 在中国引发的最新的这一轮的爱国狂潮啊 这个呢就是中国人整体上这种爱国精神病发作的 又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从上到下 从这种官府的民间 最近这几天啊都是这个爱国精神病 他整体发作变得是非常的癫狂 这个官府的层面 除了这个大征旗鼓的宣传 他呢就是用这种强制的手段来惩罚不愿意爱国的中国人 这个呢也是狗哥在上个影片里说的 就是中国的每次爱国狂潮 其实主要祸害的都是这个中国人自己 所以呢这个在墙里边想保持清醒的 这个中国的网友们要小心啊 现在就避免要轻易成为这种受害者还有牺牲品 狗哥在今天看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这一轮的爱国的狂潮啊 至少呢已经有四个牺牲品 第一个就是这个微博大V 蜡笔小球 这个呢狗哥在上个影片里也是详细说了 第二个是四川绵羊的一位网民 当地的警察说呢 这位网民在微博上发了诋毁贬损 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 然后呢他又被这个警方调查 然后呢这位网民呢 他就迫于压力 在昨天呢是投案自首 然后呢就被处于这个行政拘留七天的处罚 这个呢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北京的一位网民 北京的警察说呢 这位网民在微信里发布多条诋毁贬损 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 然后呢 把他呢就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的罪名来刑事拘留 这个呢跟这个赖笔小球啊 他的兴致是一样了 是这刑事处罚 然后呢 在今天啊 又有一个是一位广东冒名的网民 警察也是指控他在微信里发布什么什么什么言论 然后呢也是刑事拘留 所以呢 这段时间啊 在这个事上 墙里边的这个中国的网友们一定要小心啊 最新的这一轮爱国的狂潮啊 他也是在搞一场运动 搞一种这种极端爱国主义的运动啊 那既然是搞运动 中国政府呢 他就肯定呢 要抓一些人呢 当牺牲品 所以呢 大家呢 一定要小心 那除了这个官府的层面 中国的民间层面啊 他们也是在跟这个官府层面的互动啊 在呼应 也是在轰轰烈烈的 要借这个机会呢 搞这种爱国运动 一个典型的这种行动 就是逼迫其他人表达态度 说呢 要爱国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是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 在2月19号发的一条微博 他呢 就是为了配合中国政府呢 在中印冲突这个事上的宣传 然后呢 这个中国的粉红们 他们就开始了一场运动啊 就是看哪些中国的知名人士 特别是这些个演艺界的名人 他们没有转发央视的这个微博 然后呢 他们就会疯狂的去要求这些艺人呢 去转发 如果说这些艺人呢 没有转发 粉红们就攻击他们不爱国 据说这个一些艺人像这欧阳娜娜娜 王家尔 陈卫廷 吴亦凡等等等等 很多这个演艺界的明星都转发了啊 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呢 其实不是这个中国公民 粉红们还把这个矛头对准了这个台湾艺人陈立农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 他问这个陈立农会转发央视新闻的这个微博吗 其实呢 这个呢 也不是问了 这个呢 就是这个要求 要挟这帖子还说这个不存在什么道德绑架 来大陆挣钱就要有这个态度 这个呢 也是应该的 大家说如果这个还不是道德绑架 那什么算是这个道德绑架 你要求一个台湾的艺人必须转发这个中国官媒的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的这种宣传 这个是不是就是非常标准的这个道德绑架 另外就是还有中国人内部的这种互相搞的啊互相嗨的这种运动啊 就是强制要求别人要爱国 大家看这个呢 是微博上一条很著名的区 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啊 其实这个东西啊 他的这个名字 他的这个网名真的是侮辱记者和理想这两个名词啊 大家可以看他发的这个内容 他说呢 女权那帮人至少是大部分都有点那什么什么啊 对于中印边境牺牲的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 女权人士们都沉默不语 一声不吭 就因为这些战士是男的吗 大家说这个理想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恶心啊 他其实又代表了最坏啊 最恶心的那类中国人 无是生非 借用这种网络暴民的力量 借用官府的力量来强迫别人 在这个跟自己没关系的这种事上表态 大家可以来看一位女权人士的回应 他说呢 在微博上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 说他没有发这个缅怀劣势的相关微博啊 就污蔑他是这个恨国境外势力 那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下呀 中央电视台那条微博的转发量 现在已经是超过了这个2200万啊 2200万 这个呢据说是创造了微博转发的一个新的记录 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转发量 对这一点 中国的爱国者们是不是会感到很自豪 另外这个狗哥还看到 在这个中国的网站豆瓣上 一个这个中国姑娘 把中印冲突最新的这个视频 发给他的男朋友 结果他男朋友呢 没有表现出这种明显的感动 爱国情怀 然后呢 这个姑娘呢 就跟他的男朋友是果断分手 所有的这些事啊 狗哥呢 就用一个词来评价 爱国精神病啊 中国人在爱国这方面啊 病的真的是太厉害啊 太厉害 如果继续病下去 那以后呢 肯定会有这个超级的大灾难啊 这个是肯定的 好了 今天这影片呢就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呢能够点赞转发评论 狗哥的这些观点 还有信息 咱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